NBA本轮继续进行 国王队课场狂胜快船27分 让出场球迷和快船老板鲍尔默的都非常不爽 当镜头扫过鲍尔默的脸时 他的面色有些发青 本赛季快船的工资总额是联盟第一 老鲍完全不在乎奢侈税的压力 只要球队能夺得总冠军 可当看到本场快船的首发制容时 大家就会明白 这支快船队已经是联盟最大的笑话 想要夺冠 他们还需要再沉淀20年 有时候用钱是买不来总冠军的 本场快船的五位首发球员 分别是杰克逊 曼恩 科飞 莫里斯 祖巴茨首发球员中工资最高的是莫里斯 他的工资是1488万美金 曼恩的合同总额为4年533万 科飞是双向合同球员工资为7万美金 杰克逊和祖巴茨的合同分别为1036万 675万 这套阵容属于残阵的残阵 总然主帅泰伦卢有逆天的本事 也难用这些人员打出成绩 所以快船也就理所当然的早早缴梟投降 被国王打滑 本场国王队气人得分上双 穆雷和萨伯尼斯两人在内外线语取于球 几乎如入无人之境 上半场打的快船仅得38分 而国王单捷就得到38分 下半场几乎完全变成了垃圾时间 而国王队在下半场也开始收着打 几乎并不去人的就拿下了比赛 以让他们的战绩来到了西部第五位 紧落后第二名绝巾队1.5个胜场 已经发生了量变的国王队 本赛季有望创造近20年来的奇迹 而快船队虽然现在还位居西部第七 但他们的排名已经岌岌可危 队中两位灵魂人物莱昂纳德和乔治 近两个赛季一直是饱受伤病困扰 让球队的战绩始终无法提升 特别是莱昂纳德 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受伤 然后消失离队 再到自己宣布赛提报销 这一系列的操作不只让管理层恼火不已 也让队友们对他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充电两年半 使用五分钟 这种球队老大不要也罢 在去年莱昂纳德起初 用一加一的合同方式续约时 老板鲍尔默不同意 直接抛出一份四年合约 现在看来鲍尔默亏大了 否则今年莱昂纳德的合同就将到期 以他的这种身体状态 最多只一份中产合同 现在的情况是 快船还得继续养着 莱昂纳德这份超级超级巨大的垃圾合同 让球队不上不下的混迹于联盟 既不能夺冠 也无法重建 隔行如隔山 保尔默踏足篮球领域 看来要好好地交几笔学费 才能清醒过来